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内地做服装周 这是我在内地的第一场大秀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的是 就是这两年都是走国际的时装周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的是 他这一次至少有服装秀跟Tray秀是在一起的 所以就同时你可以给你的买家看到 那同时你也有服装展演的机会 我的同名品牌叫汪友营 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大概从大学的时候开始 我就是一直在做跟光有关的东西 就是我做很多不同东西的结合 然后一直都是跟光有关 所以不管是雷射光或是光纤或是LED这些 我基本上都有不同的系列 那从英国之前在圣马丁念书 那后来回来台湾了以后呢 我在那时候念的是未来的材质 那我回来以后因为也长大了吧 这跟年纪有关 然后就开始要做一些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 那我就开始发展了 就开了我自己的工作室 那前面两年是在就是接案子做 那我到前年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一样也是跟光有关 那我们可是全部都是实穿性很高 但是也很实验性的东西 然后这一次来的买家对我的评价 到目前为止也是非常的有兴趣 你的作品都是跟光有关 这个我很好奇 那是你的作品会发光吗 对 作品会发光 会发光 发生怎样的光 这一次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它是要跟光有接触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用手机 你开闪光灯拍的话 每一件你会看 一开始你会 我做的你会看不出来 它是一件会发光的东西 可是一旦你跟光接触的话 它会全身会变成彩色的颜色 变成彩色 变成彩色的颜色 今天晚上每一套都是 可是因为场地的关系 所以我不是太有把握 效果可以百分之百的好 因为可是还是会 等一下彩排的时候 会尽量跟导演沟通 通常我每一季的东西 都会从成衣做到定制服 再做到舞台服 所以是一个每次都是很完整的系列 可是因为这次只能呈现30套 所以就是从每一个系列里面挑选几套出来 做这一次的展演 所以可是你们还是可以看到 从有非常实穿的 有然后有定制服 有舞台服的系列 未来会考虑在大陆市场长远发展吗 所以我才来参加广州服装之后 我想来看会有什么样的 我的大陆同学们 他们觉得因为现在内地人 非常感穿 比其他世界人可能感穿非常多 然后我的东西是还没有出现过的风格 是不是是中国风加科技感 所以他们觉得会在这里有市场 所以我也不排斥将来会有 在这边有其他的发展 大陆同学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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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